大家好,28House的Yemi 今天我們來到張光路 想和大家看兩個特色的單位 這個屋苑是位於臨海的低密度地段 而且周圍的環境清幽寧靜 這個屋苑是由惠德峰發展的Monteway Monteway屬於澳南項目的最後一期 Monteway總共有8座住宅大樓 也有22棟獨立洋房 加起來提供了926個單位 它的間隔非常多元化 由開放式至4房 複式單位連花園 也有頂層連天台 還有獨立洋房 可以清楚看到在興建這條 就是張君路的跨彎連接路 是連接著藍田隧道和張君路的環保大道 這個工程除了行車道路之外 還會興建一條單車徑和行人路 預期的員工日期是2022年 道路通車之後 就可以將張君路的東南部 連接著張君路的西部 也都可以經張君路去藍田隧道 往返東九龍 我們可以看看赤價那方面 在2017年首批的價單 折實赤價大約是14000元左右 2021年的5月 平均的成交尺價大約是20,000元 業主平均放盤的尺價最低是19,000元 而最高是31,000元 Monteway總共有兩層的商場 地下的商場餐廳比較多 多數都是開放式 吃東西之餘還可以欣賞海景 今天第一個參觀的單位 就是一個特色單位 在福色平台花園特色湖 尺數是1609平方尺 連同861尺的平台 終於來到這個特色單位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一樓包括有黑飯廳連接著開放式的露台 有一個廚房 一間多用途房 和一間洗手間 平台和屋內的尺數 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感覺空間感很大 而且整間屋內是很光亮的 全屋最喜歡的就是這個861尺的平台 看看就是這個雜菇池 配合後面的景觀 即是人生一大享受 按摩池的好處就是比較容易打理 佔用的地方也不大 不用的時候又可以蓋上蓋子 平台的空間夠大 邀請親朋戚友來聚會 一定沒有問題 這個單位最特別之處 除了它是福色平台設計之外 也要講求周圍環境的配合 包括了景觀、會所、保安系統、商場和周圍的環境 才可以真真正正擁有優質的生活 我們先參觀一下廚房的位置 可以看到三邊的工作台 還有電器是用了德國品牌的MIRROR的 這裡有一個洗碗櫃 雪櫃就用了Subsero牌子的雙門雪櫃 這兩個品牌都比較有質素的嘉品電器品牌 廚房裡面的收納櫃 如果要打開了 即是開到手軟 有大量的收納空間 馬上去二樓看看 我們先介紹主人房 主人房連接浴室、衣帽間和露台 衣帽間配合透明磨砂落地玻璃 內置LED燈光 浴室設有浴光和花灑淋浴的設計 也有窗和浴室堡 走出去主人房的露台 亦都可以觀賞到自己一樓的平台 內圓景觀 還可以遠眺海景 二樓除了主人房之外 還有睡房一、二、三 睡房三將改裝成為書房 房間二亦都可以容納到一張單人床和一個衣� 房間一可以容納到一張三邊落床的雙人床 入場的衣櫃和梳妝桌 全屋總共有兩間浴室 都是設在二樓 而一個洗手間就是在一樓 屋苑周圍的設計都是比較有心思 這邊就是二樓獨立洋房戶 第八和第九座的大堂 我們現在參觀了第二個單位 就是第九座的11樓A室 它實用面積是1670平方尺 再加上1498平方尺的天台 是一個頂層連天台的特色單位 全屋總共有四個房間 一個廚房和三間浴室 主人房連接了露台和私人浴室 全屋只有主人房有一個露台 廚房連接了多功能房 兩邊長型的工作台 全屋有三間浴室 也設有浴室寶 配以通風的窗位 而睡房二會連接浴室 間隔四四方方 也可以容納一張雙人床 睡房一的實用面積比較小 可以改裝為書房或者衣帽間 也可以 睡房三的景觀是望向扭景的 是唯一一間全屋沒有海景的房間 我們在屋裡通過這條樓梯 就可以上到天台了 快點進來參觀一下 1498呎的天台 再配合270度的碧海藍天 真的要喝一杯 天台也設有按摩池 洗手盆位 自己也可以加設燒烤爐 開派對環境一定夠充足 不知夜景景觀又是怎樣 也有一個佔地7萬平方尺的綠化空間 圓林景區 Cup Monterey會所設備多元化 現在可以看看這個列表有什麼設施 住客會所的滅積大概有4萬平方尺 可以看到裝修多有氣派 看到這個裝潢和設施 以為管理費一定是比較貴 誰知原來又不是 都算合理 管理費2017年分層每尺大概是4.4 而陽火每尺大概是4.2 會所包括了三個室內、室外和私人專屬的泳池 也有室內運動場、健身室、乒乓球室、音樂室、兒童遊樂區、卡拉OK等設施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一些樓市的資訊 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就走啦